总统今天也批评说这是不伦不类自我矮化 不过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也马上反抢说 马总统要在九二共事一中各表的基础下 签订两岸和平协议才是自我矮化吧 双手合十低头送金 台湾喇嘛和流亡藏人19号在自由广场绝食静坐 声援在中国自焚抗议的藏族同胞 藏人的惨痛经验让在野党很担心 马总统抛出的两岸和平协议会不会让台湾成为西藏第二 西藏跟中国之间的这个协议问题在中国 因为中国它不是一个民主国家 这种极权的国家最大的风险就是它政策不稳定 那中国随时都可以推翻它跟任何人的协议 我们看到和平协议的讲法是在一个九二共事 一个中国的结构里面 这个是附和江泽民以来的像胡锦涛的说法 所以它是在附和中国的一个中国 而且是一个国共内战延续的和平协议的说法 真正把这个议题国内化 变成是一个中央对地方的这种形态的 其实是马总统自己 我们很遗憾的是民进党提出西藏与中国大陆 在1951年所签的中共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 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办法的协议 我觉得这样的比喻实在是不伦不类 把台湾比作西藏真的是不知所云 因为那个是中共以中央政府 对地方政府的态度所签的协议 劝告蔡主席 以后不要再提出这种自我矮化国格的说法 商银隔空护杠 但中国和西藏签订的和平协议 有没有真的落实西藏人的心理最清楚 中国政府很善于用那种谎言来对待一切 所以这是我们西藏人过去 五六十年里面最惨痛的这样一个教训 他们都不专属的角度来讲 你跟他不管是签协议或者做买卖 或者做任何事情都真的要非常的小心 西藏的情况到底能不能和台湾做比较 历史的前车之鉴或许能给答案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